葬鸥 vs 猎狗 看看葬鸥这个个头真不小 这一身的毛够威风的了 对面是非洲猎狗 在非洲草原上也是称王称霸的 看这样单打独斗的话 猎狗是干不过葬鸥的 这个个头在这摆着的 但是凶猛程度啊 他肯定是没有猎狗更凶猛 猎狗呢被称为二哥 就是在非洲草原上也有一号 狮子见了成群的二哥也得给面子 绝对名不曲传 这家伙干起来了 这个猎狗挺猛啊 美洲狮vs猎狗 这个猎狗是猎人训练的猎犬 这个狮子够温柔的啊 这个狮子够温柔的啊 对这个猎犬够温柔的 根本就不是狮子的对手 这是狗猛啊,直接盖狮子 狮子可以轻松的拿下这只猎犬 来点野生的,这是黑贝才,攻击熊狮 够猛吧,黑贝才是相当聪明 这个狮子王不愿意搭理他 看看狮子狮狮献水牛 轻松的把水牛扳倒 四脚朝天 大水牛可以轻松的对付三只狮子 单打独斗 一只狮子 这只大象相当的暴脾气 直接把这个狮群赶走 水牛获救了 大象拯救了水牛 你不看到你永远不会相信 疯狂的水牛 水牛反杀狮子 看看水牛大军浩浩荡荡 这数量可真不少 狮子一等候多时 看看他专门挑老弱病残进行攻击 这个狮子也相当聪明 成年的大水牛很难对付 需要三只狮子才能对付一只水牛 而且水牛首领也经常带着水牛 反杀回来营救同伴 狮子想吃一顿饭也很困难 有的狮子因为为了吃一口饭 把自己的生命都要浮现出去 这个水牛马上倒下 但是同伴回来营救 非常的给力 相当的齐心 漂亮 把狮子赶跑了 狮子是百兽之王 狮猎技术那绝对没得说 但是面对成群的水牛 他也无能为力 看看把狮子逼得走投无路了 看这个水牛脚就看出来了 都是强壮的大水牛 看这屁股蛋子上 全是肌肉 狮子也相当聪明 基本上他就是在水源附近 等待猎物的出现 看这样今天的天然大牛排 吃不上了 这群水牛太抱团了 都是雄性水牛 相当强壮 今天把狮子干够呛 这刚开始还没有展开真正的行动 直接把狮子挑起来了 直接奔狮子王下手 勤贼先亲王 看看凶狠不凶狠 今天的水牛真不一般 漂亮 看看这个狮子的肺了 这种凶猛的动物一旦受伤 就很难生存下去 这个更狠 回手掏 把这个狮子干的肺了 漂亮 水牛反杀成功 鳄鱼VS河马 鳄鱼是水中霸主 也是水中真正的杀手 看看这个鳄鱼个头不小 现在看看鳄鱼狩猎狡猾马 突然袭击 它潜伏能力是真强 防不胜防 一口咬住了狡猾马的脖子 直接拽到水里去了 鳄鱼的咬合力是真强 一旦被它咬住 它就不会松口 而且它会旋转它的身体 把肉撕开 这就是传说中的死亡反滚 在水中只有河马可以干鳄鱼 咬住了脚马的后腿 它的咬合力这么强 脚马肯定是后腿咬断了 废了这只脚马 虽然上岸了 但是后腿已经断了 它也是狮子的猎物 上岸也是逃不了了 太惨了 它被河马救了 看看这一排小鸭齿 相当的凶狠 只有河马可以干鳄鱼 待会儿老铁们看一看河马是怎么干鳄鱼的 河马可以在水下行走 它的水性是相当好 看看河马重量级别的 这只鳄鱼可惨了 掉到河马堆里了 这一群河马肯定把它干死了 马赛人和狮子之间的战争 由于狮子狮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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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牧为生,他们狩猎技术也很高 狩猎狮子也很正常 大刀长矛 相当好用 准备把狮子赶出这片草原 狮子王看着自己的食物,眼睁睁的被马赛人抢走 接下来我们看看花豹狩猎猪 现在出场的是猎豹 猎豹奔跑的速度比较快 他肯定是攻击小幽猪 比较好对付 成年的大幽猪 长了两个大獠牙,很难对付 看看锋利波这两个獠牙 脸上还有两个大疙瘩 就是我们所说的猎 这一家子在吃草 看看脊背上的棕毛 跑起来都会立下来 这个花豹潜伏的相当到位 已经潜伏到猎豬的身边了 随时可能出击,开始行动 看一看,干一地烟 这速度不慢 本身猎猪的奔跑速度就很有力量 这只幽猪,个头可不小 獠牙长得够大 花豹呢,狩猎技术很高超 他最擅长的就是上树 他一般都是从树上从天而降 把猎物铺倒 他的狩猎方式很独特 猎豹反杀 猎豹要反杀猎豹啊 看起来还是花豹的力量强大 花豹狩猎成功 我把这种有点恰奇 我会给你 我可以试试